原本是杜邦觀音廠的美商 臺灣科目公司即將撤離 預估會大量的解雇兩百多名員工 地主就指出 科目公司所生產的 鈦鐵礦氯化爐茶 有將近三千公噸 就堆滯和掩埋在桃園 揚梅的一處農地 中央和地方的環保單位 卻是消極不處理 桃園市環保局機查人員 七號來到揚梅這處農地 雜草長得必然還高 以鐵皮圍起來 有地主指控 這裡被堆滯與掩埋 美商科目公司產生的 鈦鐵礦氯化爐渣 去年八月 農地已經被紅土覆蓋 地基明顯高出 林田好幾公尺 地主表示 多次陳情中央 與地方環保單位 卻消極不處理 尚老時代力量立委陳焦華 陪同受害地主 舉行計較會 指出 雖然鈦鐵礦氯化爐渣 是可回收再利用的物質 但不應堆置農地 桃園市環保局說明 並非消極不處理 一百零八年時 有在現場做土壤檢測 符合管制標準 當時也跟陳情人表示可協助開挖檢測 但要取得地主同意 臺灣市都發局表示針對農地非法棄制分別在一百零五一百零八年裁罰九萬跟六萬 近期會再度開罰 若還不限期改善 將移送減掉偵辦 而目前估計有兩三千公噸堆置農地 立委陳焦華要求環保署與環保局協助開挖 釐清非法棄制的程度 記者 林先生 吳家寶 台北報導